我个人全台湾地图标记最空的一个城市 我觉得蛮好吃的耶 这可以开手耶 大家都在比老的 比谁开的久的 然后它的仗看起来很厉害 有点厚度 然后晶莹剔透 很广告耶 这玩意好优势喔 然后再来原来 感觉会被它吸进去 我本人没有那个甜点味 我只有榨污味 咬下去之后然后就越嚼越香 后来发现是那个饼干的香气 太阳就被下餐 黄昏的气氛我觉得非常赞 你问你在拍几百斤广告吗 这边很适合约会吧 好的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 今天晚上要住的虎尾 然后我们现在好像是 正在虎尾科技大学旁边 当地的朋友呢 跟我分享说要来吃这边的 虎汁红豆饼 它虽然是路边小小餐非常难发现 但是它超便宜的耶 一个8块9块 我们刚刚发现了一个很神秘的口味 叫做... 蛋炒饭 蛋炒饭 两半小红豆 很时髦耶 还有九成高耶 高占贵耶 它就是把能价的东西都把它加点去了 点了一个奶油 芋头 然后跟蛋炒饭 我觉得它很划算耶 就是这么大一个 然后才8块9块这样子 大耶 因为有些还可以吃比较便宜 有一个那种可小小的一个 那大一个超重的 就是这个应该是蛋炒饭吧 很奶油 好大一个哦 对 它是脏到很大 所以要把它塞 它很厚耶 很厚 而且它线塞得很满 它是咬下去之后 会马上从侧边全部炸出来的感觉 而且它是吃得到那个芋头的口感耶 蛮喜欢它边边非常脆的感 非常脆哦 大家听一下我先 我来吃这期待的蛋炒饭 真的有蛋炒饭吗 它的蛋炒饭就是蛋炒饭 就真的是蛋炒饭在里面 好扯哦 所以对 哈哈哈哈 它中途就好 嗯 那么中途离奇 蛋炒饭我觉得是好吃耶 因为它的葱味很香 所以没看到什么蛋啦 但是就是它的饭是黏黏的那一种 我觉得他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我觉得它还是是甜的就好 哈哈哈哈 大家观众有没有吃过 它的咖喱马铃薯口味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好不好吃 我吃两瓣小红瓜哦 对 对 然后是两瓣小红瓜 两瓣小红瓜 我觉得很时髦耶 但我真的觉得它的口味上啊 饼皮啊 在处理上都做得蛮好的 所以最近蛮推荐给大家 CP值也很高 那天那时候我在搜寻资料的时候 他就默默在我身后说 虎卫是哪里啊 哈哈哈哈 我今天就是要来带你认识一下虎卫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是要入住在虎卫这个地方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在找云年 饭店的时候有点难找 所以跑到外面找到一个 诶 有一个文创旅馆蛮特别的 这些虎卫镇这边是 黄俊雄布袋一些巴基的地方 所以然后有蛮多一些 布袋一些元素的地方 好啦 我们现在到了饭店门口 今天要带大家来参观这个 虎卫全球的房间 虎卫 虎卫这么吃力吗 它们很重而且很硬 我刚刚敲的手很痛 这是他们一般的双人大床 其实我觉得蛮漂亮的 还蛮现代的 就是用一些比较深色系的 木头质感跟水泥瓷砖的质感 就像地板这边 后面就是也运用了非常多的布袋系元素 那个昂啊 昂啊 我突然讲对话 好可怕 细偶 昂啊 细偶对 细偶 昂大家听起来超可怕 那是什么 台湾故事期的样子 但我觉得蛮好的是一进来的时候 一直有一个很香的味道 比较特别的是它外侧就是 淋浴间跟厕所分开 但这边是开放式的洗手面粉 然后它的背品 但蛮小罐的 可是还不错是 叉子汤的 沐浴露罐洗发露 蛮可爱的 很小一罐哦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 我觉得它那个早餐票券 真的蛮有文床感的 就是它是写早凳票 早凳 然后做得很像就是要看戏的票根 对 戏院票根 对很可爱 比较古早味 10欧的话是他们的酒吧 嗯 然后我们这些酒吧 有附两杯饮品兑换 然后开到凌晨一点半 嗯 还不错 就是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文床旅馆 然后没有太多的公社 或是设置等等 但是它的环境算是蛮舒服的 所以就是也可以 大家如果未来想要来虎尾这边住一晚的话 可以有一个参考的房间 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是 它的这个咖啡跟茶包 好像都是有特别设计过包装 这个就是谷坑咖啡 云林我知道的地方就是谷坑 唯一知道的地方 哈啰六 还有剑虎山世界 哈哈哈哈哈哈 诶那我来过圆明啊 我去过剑虎山啊 好的 我们现在带大家来到的就是虎尾的老街 但是因为现在已经7点多了 所以其实店都关了差不多 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就出来随便晃一下 看看有什么东西还可以吃 然后老蔡昨天丢了一间清早茶给我 而且那间店 我找到的资料是叫林坤翰 结果现场发现 因为查过MAP跳出来的是什么自然房 但它的联络人也是叫做林坤翰先生 哦所以 结果是同一家店 这个很好喝耶 不见的是牛奶浦枸杞茶 牛奶浦很难念耶 牛奶浦是什么东西 会讨厌枸杞味的人 都可以接受的味道 因为枸杞通常会有一个大家不喜欢的味道 但这个的话就把那个味道转化成一个甜味 这边好像是他们的老街间市场 感觉白天会很热闹 但晚上的话可能店都比较早打 带大家来到的是这个 皇家虎尾当归面线 然后这家它感觉好像是在地学生的最爱 价钱也蛮便宜的之外 分量也都蛮大的哦 它还是六十年老店 那你刚喝了一口汤觉得 汤头觉得很赞 很浓厚的当归味 很好喝耶 然后因为呢老蔡他没有吃过下水 很多人一定不知道什么是下水 很多人一定不知道下水一种东西 那它其实就是 来学知识了哦 其实就是鸭的一些内脏 就是有肝啊 鸭针啊 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个鸭肉跟下水的综合的面线这样子 刚刚一碗是七十块 超大碗 超大碗 对 而且大部分很多这种大胃鸭肉面线 都很多会给你只有鸭骨 然后只有一点点肉 它的鸭针超脆 很脆耶 很脆耶 面线很像鸡丝面的感觉 又好吃 又好吃 又吃到是已经有点靠近腿部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很嫩 我觉得它鸭肉真的有点很有诚意耶 肉嫩然后它的下水类都也都蛮好吃的 这有机会可以自己来尝试看看 所以我觉得这家湖尾王家当过鸭钉线 再推荐给大家 现在就是在湖尾这边深夜走路 看到这边湖尾有一间成品 他们成品就是蛮会选址的 因为这个建筑呢它本身是 就是以前他们当地可能消防署跟警察署之类的 那种旧停设然后去做改造的 多了一份一些文创气息的感觉 我觉得很漂亮哦 虽然我们现在来的时候还已经关店了 而且我觉得这边晚上有点像花莲市区的感觉 就蛮可爱的 然后就是一些小小的 比较多品房 例如视野都蛮好的 一个小小的城镇 所以大家自己也可以在这边塞塞布啊走走路 然后它的对面是那个布袋系馆 我们刚刚稍微找说那个黄俊熊的布袋系 就是从这边发机的 所以它这边可能就会有一些体验纪念馆之类的东西 不可能一开始都在跳舞吧 好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呢 它们的那个热闹的街上 然后它这边有一些不会放松的话 但是它的外观其实看起来很难 不要这么客气 我是说灯光很暗这部分 我没有说外观很可 我没有说外观很可 不好意思重申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招牌的时候跟店的时候就说 这一看就是我会喜欢的店 对啦 这一看就是我会觉得好吃的店 是坐到位置上之后发现 因为我们刚才可以拍到一个没有灯的位置 然后就被老师觉得可怜 然后它就是寄生在七楼下 然后摆了几张桌子 然后那种自己准备水来洗碗的那种小店 更快感觉密黑的 很清爽 很真彩实料的感觉 但它糖水不会太甜 蛮好吃的 我们有点综合 我们是选了两种料的话是30元 但如果单一料的话是25元 25元很便宜耶 对现在真的很难找到这种 只要一碗25块钱 对啊所以我觉得推荐给大家 我们现在大概吃完了胡威那条街 然后其实现在也是差不多9点出头了 你应该也吃不下了吧 没有吗? 没有欸 你今天吃很多东西了 没有欸 我还可以吃得下很多东西 不可能吧 因为我刚刚在吃最后一口豆花的时候 我就觉得天哪我的已经到天灵了 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吃那么多东西 现在要准备回饭店了 晚安啰 好的我们刚刚在楼下饭店简单吃了早餐 因为他楼下早餐其实有点 没有那么有诚意 对 因为就是我觉得他生意的性价比没有真的那么高 这边一碗的钱是可以在台北住五星自己的饭店 但是anyway 那在胡威呢 听说他们早餐都有在吃空肉饭的习惯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因为这边空肉饭都很早开也很早晚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零食又杀去买了三家的空肉饭 那第一家呢就是凉品 那凉品呢 其实是非常的有点隐秘啦 它是一个身在民宅的一个空肉饭 然后因为我们刚去买的时候已经接近它的打烊时间了 所以它的今天的空肉饭没有我们就买了它的卤肉饭 所以我们先来吃看看这一家凉贴的卤肉饭 一早就开始一个空肉饭大家评比 但是我觉得这一家看起来蛮厉害 一进去它的民宅里面就会发现它就是 有点像是日式寿司店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那个老板就站在中间 然后帮大家弄空肉饭觉得很酷 搞不好它厉害的是空肉饭 如果你觉得它卤肉普通的话 那我觉得它的卤肉饭比较像肉燥饭 就是我在卤肉燥饭 那我觉得这不准 因为我们没有吃空肉 所以我觉得它的卤肉就是普普通通 那搞不好它真的空肉很好吃 毕竟它也卖完了 而且它是6点就开 然后开6到10点 对它只开4个小时 吃吃看卤蛋 所以我觉得就是卤蛋 如果大家有吃过两瓶空肉饭的空肉饭 可以欢迎在下面跟我们分享 它的空肉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好不好 那下一家呢我们要吃就是长津空肉饭 那这家呢我觉得它非常有诚意 它这样是50块 然后满满的料理 什么都有 冰有真的有 我觉得很扯 肉很多耶 肉炒肉 它的肉的重量大概是其他就是 控肉饭的料理 我觉得这个超级好酸 这样50块钱能扯 它的底层有零 就是刚刚的肉燥 就是刚刚的肉燥 控肉饭有它那个油的香就是不一样 就是你一咬就可以感受到 那个控肉它滷的过程的滷汁 直接在这碗饭里面挥发开来 它是有油滑的肉燥 所以它吃起来比较顺口 就不会像刚刚两片那么干彩一点 它的层次比较丰富 刚刚在看老板是不是在挖那些肉啊 酱的时候就觉得有眼睛为之一样 因为它淋得非常多到手续 真的很准备耶 很香每一口都好香喔 各位观众跟你们说 它的皮很好吃 因为我通常是不喜欢吃这种 控麻的那个白肉的部分 它总共有一块小小的一吃 它整个入口即化 嗯 它一百分耶 大家一定要来吃看看这个藏心 而且它的营业时间也比较长一下 差不多下午两点 对对对对 如果大家真的是没有办法早气的话 你可以在中午的时间去吃 也是吃得到的 吃下一家咯 第三家 这家是盐控肉饭 那这家呢好像也在当地蛮有名的 刚刚我们就赶快骑车再去外带了一下 然后其实他们现场可以看到 就是它门口有摆得非常多的蒸蛋 然后好像也是他们招牌之一吧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也一起打包了一个 这个矿肉饭呢 它就比较简单 就是大块的这个矿肉 然后比较常见那种便当吃 嗯 旁边就是搭配了食吃 嗯 这样吃45元 它的颜色比较算深耶 就是它应该会蛮有味道的 它这个是有带软骨的矿肉 我觉得它比较咸 它只咸在肉而已 它的酱汁其实不会咸 但其实因为一吃之下 就真的很不好意思 就是感受到差别 当然糖心的卤肉饭 是整个卤肉饭跟饭是包裹在一起 所以它这个就感觉就是 有点淋上去而已 嗯 就是它没有把白饭的层次带出来 而且必须说它的矿肉 不是到那种入口即化的 对 它会有点小微小干柴的 对 它就有点小小的 对对对 就整体来说是 会是一个蛮古早味的感觉 因为古早味就真的都是这样 顺丝配矿肉 然后淋上卤汁的白饭 喜欢古早味的人会喜欢的品相 然后它蒸蛋的部分 我觉得它蛮日式感的 整体来说蛮清淡的 它也蛮好吃的 嗯嗯嗯 所以通常虎尾的朋友都是这样搭配嘛 就是一个矿肉饭配一个蒸蛋嘛 我们分享 你们平常都这么有吃矿肉饭 把它整碗倒到饭里面说 应该会也很搭 好的 所以重整之虎尾是三家 三大矿肉饭 不知道你自己会喜欢哪一家 有吃过两片矿肉饭的朋友 一定要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 到底有没有比常心好吃好不好 哈喽 大家 我们现在早上呢 来到了就是虎尾 昨天晚上一个很热闹的中正路上面 然后很多人呢 就推荐了他们这一家鸭蛋糕 因为我们早上去买矿肉饭的时候 骑经过的时候就已经排一堆人 到了刚刚中午的时候 还是排一堆人 所以感觉是真的是非常超热的 大家都买超大包 对对对 我刚刚前面全部都是白色大纸蛋 轮到我买的时候 想说我们买个40块好了 只有我是唯一一个 买这种牛皮纸奶的人 就是小小一包而已 就比较小一包 然后我们买的这样40块是几个 14个 14个 我觉得蛮划算的耶 对啊 应该很少人吃过鸭蛋糕吧 因为通常都是鸡蛋糕 嗯 嗯 很Q耶 很好吃耶 我觉得它口感是比一般鸡蛋糕来说 是再更扎实一点 然后再更Q软 皮是那种感觉你鸭会再弹回来的那种Q度 对 我一直隐隐约约吃到一个微微的蜂蜜香 甜度蛮适中的 但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值得等上去 我们大概拍了半个小时 哦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百为三块在买 这家市场鸭蛋糕非常推荐给大家 这个非常值得出力来买 好的下一家我们带大家来到的就是 中正路路的巷子里面有一家 幼峰绿豆沙 昨天晚上有经过 然后会想说今天再喝好了 这一家呢我之前查治疗的时候 有人说它媲美台南的双生绿豆沙 我想说又有人要挑战我大台南的绿豆沙牛奶了 其实好像南部真的蛮多绿豆沙 像我们上去嘉义文化路有一家 然后高雄也有台南也有 所以我们就来喝看看 那云林的绿豆沙牛奶好不好喝咧 我觉得它的绿豆沙你喝喝看 比较属于那种古早味的口味的绿豆 它牛奶量给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会像那种绿豆冰沙 会比较吃到那个绵密的口感 历史要跟大家说 我觉得它珍珠很像那种菲可莉啊 对对对对对 比较古早感的 对对对对 因为它不像是那种现代的珍珠是会煮糖 或什么之类的 它是没什么味道但是它是很软的 应该是有点结合新创的那种拍起来漂亮的 但喝起来是一个很复古的人 复古美眉 还不错满解膩 就是在这种11月还这么热的南部天气 很适合路过走过可以来一杯 可以来买一杯 而且我们今天是加珍珠 加珍珠 加不加珍珠价格都一样 这家幼峰绿豆沙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湖蔚的这个建国一村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也是那种老眷村 是做改建的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艺术村 它有一间活动和一些特展 没有免费市集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二手市集之类等等的 蛮可爱的还可以租借单车喔 我觉得是意外小收获耶 感觉可以这边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 这蛮可爱的 它其实后面这边就有一间商店 可以借书借付我了 过完了可以自己自由乐觉 对对对 自由乐觉 它其实都是甩而咬 布袋系是这样子的嘛 就是从这边上去很简单 什么意思 拍拍手 你把它串两一下 四七 然后这样这样 对对对 很灵活 很灵活的对对对对 几分钟 两分钟就可以学学 真的耶 好的老菜布袋系要上场了 哇喜 齐天大圣 天 等一下等一下 还想拉鸡怪的拉不到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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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出门遇到了一个灰色的小猪 我要来把它说服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来打架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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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还会轻功啦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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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其实我觉得不容易耶 对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真的可以演出一整齣布袋系 我真的觉得 手手要很灵活的人 对对对 可能就是要训练一下手指的灵活度 好了我们带着大家一起玩了两天一夜的云林 大家是不是觉得 诶其实云林比想象中的还有趣吧 我觉得还不错耶 我蛮喜欢湖渭那边白天风陆的那种悠闲感 我觉得老街走起来很舒服 观光客也不多 真的有这种待机会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两天真的 我们因为是六日两天的关系 然后我们其实说真的 也没有真的那么多观光客 但其实我觉得这两天下来我觉得 诶云林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是可以来走走啦 因为这边美西也真的蛮多的 有一些规划得还不错的地方也多 蛮值得大家来看一看这样子 希望这两天这两集影片下来 可以让大家发现云林其实还是蛮可以来的好不好 喜欢今天这两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加订阅喔 好啦 那显菜鱼长我们下次见啦 云林拜拜